吳雪收台 怎麼說到 自己人和愛人的關係定義 1980年有些日本人確信自己國家是獨立的性格 將會超越美國 成為全世界超強國的驅動力 當時的書店每一個區都會擺放 這類眼中只有自己的小冊子 昨天講到這句話 現在講完 現在繼續 日本人在建立一個虛假的概念上 那個就是 日本是一個種族同質的社會 只要到東京或大阪地去看一下 就會發現日本人 連接亞洲的各個不同地方 即管是這樣 關於日本人的爭執 和想法依舊存在 日本人互相合作 在安土重遷的道路 而不是活躁而且機動性高的狩獵採集者 日本人對自然有著獨特的敏感 日本人透過某種困體的默契溝通而不靠語言 日本人用直覺和心 而不是冰冷冷的邏輯 日本人對藝術有種精細感的觀察 代表分析強調和和諧社會的優點 儘管管理系統 在戰後為日本的生產 堅起革命 亦專為這一種製造法之父的大野外一 對紀錄片導演愉快地表示 這個團隊全部都是屬於同一個種族 討論事情也變得很簡單很多 事實上我們無論做什麼 全員都一致同意 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在21世紀 我以外國記者的身份來到東京的時候 講到日本令人尊敬的特質 隨著經濟活力漸漸消逝 當我聽到人們無謂討論以心傳心 我不知道他們的腦中在想什麼 或者是獻受了事 他指的是相信日本具備非語言溝通的獨特能力 日本人論有趣的地方 在於日本人有多想相信他是真 確實日本人論的思想還未完全消失 在2005年東京浴茶水大學的數學教授 也是散民家的藤原正義 出版一本小說叫做國家的品格 譬如在書中並主張1980年代普遍的想法 也是日本獨特的本質 使他能夠用在美國的奇人之道 在美國經濟賽局中穩操勝算 日本的雙重資產泡沫嚴重崩壞之後 近20年來的低度成長確定這一點 相反騰然又想起日本的所謂民族精髓 表現在武士道精神和潘艾德的讀者所服飾的實行守則上 譬如在我日本尚未被西方資本主義之母的時光 用略帶刺耳機的國族主義語言來說 他希望日本返回宇宙初始的神秘統帝 好 講到這裡 明天再講